捷運綠線工程目前全數完成伐包作業 不過同一條綠線工程 卻分四次進行該空典禮儀式 在議會上捷運工程局工作報告中 就有議員提出 這樣大動作的進行典禮 無心中浪費了許多不必要的開銷 也呼籲捷運工程局 必須要把心力放在建設進度上 在上個月GC03標 地下段潛頓工程宣布動工之後 桃園綠線捷運目前全數伐包完成 並且依照旗程開始施工 不過光是一條捷運綠線的前後 舉行開工典禮的次數就高達四次 有議員在議會上就痛批 實在是浪費過多資源 不同的標 廠商強求得順利 這我沒有意見的 你要求得順利 你應該要去祭祀 要去拜拜 我覺得這都是應該有的 但是應不應該做這麼大的動員 你知道嗎 去年的10月15號 你在這個八德段 那個地方動員 然後做一個開工典禮 隔兩天你在爐竹這一段 你又做了開工 然後又做了動員 對不對 那其實開工動土典禮到現在 你的進度就百分之一點多 你不斷的說 捷運開始的總是非常的慢 後來才會突飛猛進 成垂直撞 我覺得那是一笑大方 一個工程 其實現在 桃園市的動工 那個頻率非常高 我一直常常來講 這個財政比較惡化 其實動工 有時候是一種浪費 你決於那麼大的工程 我也不敢說讓你一次動工 可是你動工四次 五次六次 這有時候就比較超過了 捷運工程局也說明 這一次綠線分別不同 德標公司進行施工 時間上有差異 但每個工程的施工方式 以及內容也都不相同 第一期的計劃內不會再有開工典禮 淘宇市政府第一條自辦新建的捷運綠線正式動工 市民也是相當期待 對於開工典禮次數過高 難免也會造成觀感上的疑慮 就對民眾來看 還是期盼工程能夠早日完工通車 討論有些新聞 林瑞鋒議會才能報導 謝謝大家